85岁的哈梅内伊提前安排好身后事 确保中伊头等大事不会变 近期有消息不静而走 称哈梅内伊正与伊朗专家会议成员 一同挑选自己的继任者 伊朗专家会议成员对外公布 他们已经按照优先顺序筛选出了三位潜在继任者 不过出于种种考量 这些候选人的具体名字 目前仍处于严格保密的状态 其中一位会议成员海达里 卡莎尼透露了当时挑选继任者会议现场的情况 那气氛着实相当沉重 当哈梅内伊着重强调 在他日后缺席的情况下 议会需要迅速且妥善地选出新的领导人士 与会者们不禁都失声痛哭 这般沉重的氛围背后所折射出的 可不单单是伊朗民众对哈梅内伊深厚的不舍之情 更是大家对于哈梅内伊若离去后 伊朗政坛可能面临的动荡局面 甚至是政权出现不稳 乃至倒台情况的深深担忧 毕竟当下的局势着实复杂且严峻 一方面哈梅内伊年事已高 就在上个月 还有消息传出他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虽说随后伊朗方面及时出面辟谣 宣称哈梅内伊身体健康 没有生病的迹象 可毕竟年龄摆在那儿 提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未雨绸缪总是没错的 另一方面 巴以战争持续至今 局势愈发紧张 以色列的行径愈发疯狂 竟然丧心病狂地针对伊朗 乃至抵抗之狐的领导人 发动暗杀行动 而伊朗内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几乎快被以色列渗透得如同筛子一般 在这样的背景下 伊朗高层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 以防极端情况一旦出现 伊朗政坛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根据伊朗国内的相关分析 大家猜测 这三位潜在继任者 有可能是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 哈梅内伊 哈梅内伊的亲信阿里雷扎 阿拉菲 以及与哈梅内伊关系密切的哈希姆 侯赛尼 不实力 先来说说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 哈梅内伊 他虽然年仅55岁 可据说已经在幕后 参与伊朗的重大决策 长达27年之久了 而且还是由哈梅内伊 亲自长期悉心培养的 凭借着这样深厚的背景 和长期积累的经验 他在外界被广泛视为 最有希望成为继任者的候选人 再看看哈梅内伊的亲信 阿里雷扎 阿拉菲 他的履历 那也是相当耀眼 他身兼伊朗专家会议第二副主席 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 库姆士主理领袖等多重重要职务 同时在神学院 也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这般丰富且重要的履历 无疑为他角逐伊朗最高领袖之位 增添了不少可能性 还有哈西姆 侯赛尼 布什里 他担任着专家会议第一副主席 库姆神学院院长 以及库姆周五祈祷领袖等 关键领导职务 并且与哈梅内伊关系密切 不过 就目前伊朗国内的普遍看法而言 他当选的可能性 相较于前两位 似乎稍低一些 大家对他最终当选 并不是特别看好 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 哈梅内伊在安排继任者 这一重要事务之外 还专门派人送来嘱托 着重强调中一之间的头等大事 绝不能发生改变 就在17日当天 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阿里 阿克巴尔 维拉亚提 会见了中国驻德黑兰大使从培武 并代表伊朗向中方做出了郑重承诺 他表示 即便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也不会影响伊朗的外交关系 尤其是不会对中伊关系 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 维拉亚提还着重强调了 中伊两国之间深厚的情谊 指出中伊有着悠久 密切且真诚的文化和历史渊源 双方在长久的交往中 对彼此都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 他也明确表达了伊朗方面的意愿 那就是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要知道 维拉亚提作为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 他此番表态所代表的正是哈梅内伊的意志 哈梅内伊在提前安排身后诸多事宜 精心选定好继任者的同时 还特地委派专人与中国大使进行会晤 并做出这两项至关重要的承诺 这充分彰显了伊朗方面对于中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确保中伊关系能够稳定 持续的发展 已然成为了哈梅内伊安排身后诸当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哈梅内伊的这一承诺有着重大意义 他清晰地表明了中伊关系的发展 并不会因为伊朗最高领袖的更替 亦或是美国政府的换届而受到影响 伊朗对中国所做出的承诺将会始终保持不变 中伊关系会沿着既有的良好轨道稳步前行 毕竟当前伊朗国内的政治格局也存在一些变数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洋是改革派出身 而改革派向来倡导与西方改善关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外界难免会产生一些质疑 比如伊朗会不会在寻求与西方改善关系的过程中 将与中国的合作当成一种所谓的投名状呢 而且伊朗国内目前还存在着大量的亲西方派 又恰逢改革派当政 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 一旦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中伊关系是否会受到冲击呢 客观来讲 这些担忧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也正因如此 哈梅内伊特地派人前来向中方传话 伊朗的承诺不会变 这无疑给中伊双方在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 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伊关系牢不可破的深厚根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